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摄山夜道景 第十五面 最后一行 四摄庄严固 长情摄画一切众生 这一条 前面虽然讲过一次 意思还没有能够显示出来 因为四摄法对于是处是法都非常重要 我们多用一点时间来研究讨论有好处 四摄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能够出好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关系够不好 不但是造成许许多多的困难 还必然会引起许多的灾害 天眼在人祸 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 我们真的明了之后 就想到四摄法能够消除一切灾难 所以这一条我们不能不重视 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能将十善夜道落实在四摄法里面 就能够消除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 四摄头一条是布施 昨天也跟诸位说过 今天我们从佛教教义里面 更深入一层地去体会它 佛在经典里面叫菩萨 这个布施里面 又有四种辨识 佛学的名词叫四摄谈 四是素词 习谈 习 这个字是中国词 谈是谈诺 是布施 四种 习布施 习是普遍的 换一句话说 完全用真诚心 用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去修 这四种 这四种不识 这个就讲得深入而且透彻 第一条叫世界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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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两个字怎么讲法呢 是是讲的时间 界是讲的空间 要用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讲的 就是宇宙 就是宇宙啊 佛法里面所说的 静虚空变法界 你看看佛教菩萨 那个心量多大 你能够把心量圆满的脱开 真正是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你修这种布施 你得的利益 欢喜 佛家常讲 常生欢喜心 欢喜心充满流生出来的 一般我们在经论里面常常看到的 法喜充满 这个充满是充满宇宙啊 充满虚空法界 充满虚空变法界 充满虚空变法界 一片响火 是这样布施 成就的效果 我们要学习 这个效果在佛教化众僧里面 就是普遍戒引众生 佛经常讲普度众生 你没有这个心量 你怎么能帮助众生 不但度不了众生 度自己也度不了 你没有这个心量 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时时刻刻 你长生烦恼啊 你怎么会长生欢喜 那我们要想想 怎样将是善意 落实在世界 写谈 第二种呢 为人写谈 这个在 这个在 布施里面 有特定的一个对象 不是为自己 是为别人的 人在死地 他引伸的意思 是众生 社伐戒里头 如果为人 只有这一法戒 还有九法戒 就漏掉了 所以我们懂得佛的意思 真的是 主一 我们就知道是 念念呢 为十法戒 一切 有情众生 说有情众生 一定也 包含到无情的众生 我们的失的心 布施的心 布施的行为 哎呀 这样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呢 神善 念念为人 不为自己 神善 纯善 啊 啊 为自己 就生物了 就不是神善 为人才神善 啊 为众生 就神善 啊 正如佛在本经 前面给我们的开始 啊 啊 让我们 昼夜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啊 啊 佛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要怎样 修成 啊 四舍法 就成就了 啊 啊 第三个叫 对治歇谈 啊 啊 他这四条啊 是越来 越精细 啊 啊 啊 第一个是讲你的心量 啊 啊 念念是虚空罚解一切众生 啊 脱开心量 啊 第二个是念念呢 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啊 第三个就教导我们了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 帮助他生活 帮助一切众生 呢 转悟为善 转迷为物 啊 啊 首先帮助他 啊 转悟为善啊 啊 怎样帮助他呢 自己做出样子 给他看 啊 不做出榜样给他看 没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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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古武圣仙仙的教训 都是做样子给人看 啊 啊 从前做父母的 懂得 啊 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父母在儿女面前 言谈举止 都不能够违背理 啊 啊 为什么呢 这叫家庭教育 啊 这叫家庭教育 啊 做个儿女看啊 儿女从小就看到 啊 就听到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 是一个真正爱护子女的父母 啊 绝对不给儿女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啊 从前人懂得现在人不懂了 啊 啊 所以现在许许多多 啊 我们些同修 常常谈到 儿女不听话 啊 他都没有想想 儿女为什么不听话 啊 啊 绝定不能怪儿女啊 他年岁小啊 他不懂事 他只知道模仿 啊 大人表现怎么样 他就学习 啊 那么由此可止 儿女不听话 学生不听话 责任在哪里 父母自己本身 没做好 老师本身 没做好 啊 回过头来反省 原因就找到了 啊 啊 儒家所谓是 父不父 则子不子啊 你做父母 不像做父母的样子 你的儿女 当然也就不像做儿女的样子 啊 啊 三字经上前面四句话重要啊 那是孤身先贤教育的 总高领 总原则 啊 啊 人之初心本善 啊 这就说 啊 我们讲最浅的 不要讲太深 啊 啊 讲最浅进的 小孩 小孩生下的都是善良的 啊 都是好的 啊 怎么会变呢 底下的两句 性相近 性相近 习相远 啊 习是他所学的 因而睁开眼睛 他就会看啊 他那个印象深刻啊 你给他看一下什么 最初第一个印象 他几乎就跟本性一样 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 啊 所以 一个人的成就 他的根 是家庭教育 啊 啊 老师的教育 是帮助他完成 啊 跟在家庭教育啊 啊 所以父母尊敬师长 啊 啊 做出尊敬师长的样子 让子女看了 啊 儿女看到父母 嗯 对老师这么尊重 他对老师有信心 啊 啊 接受老师的教导 啊 啊 所以布施里面 这两个是骨干 啊 啊 啊 不施断我修善 不施破米开悟 啊 啊 实际上 啊 这个对智戏谈 得得利益是破窝 嗯 前面为人是身善 破窝就是 不容豪奋不善夹 啊 啊 啊 使我们的线呢 能达到真纯 啊 啊 啊 四溪谈最后一条是第一 啊 啊 这个是布施啊 终极的目标 啊 啊 第一个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意思入理 其如 我们今天讲真理 啊 真理这个名词很抽象 我们换一句话说 通达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啊 啊 这样布施才真真达到圆满了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这些道理啊 啊 啊 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啊 去学习啊 啊 为什么呢 啊 在世间一切法里头 你学不到的 啊 啊 啊 那么这是 这个四学头一条的 布施 啊 啊 这个四学相应 这个才布施 波罗蜜 才圆满 啊 四学第二条是爱语 啊 啊 爱语 这个名词 我们一定要 认识清楚 啊 啊 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 啊 不是花言巧语 啊 可能是责备他 可能是贺斥他 啊 骂他 啊 教训他 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 打他骂他是真正爱他 啊 不爱他就不管他了 啊 啊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爱语 看到 哦哟 这个一定是很好听的了 那就弄错了 啊 你一成天到晚跟人家借出的花言巧语骗人 啊 真正的爱护 啊 啊 爱语的学生 都要啊 以智慧为基础 绝不是干净 啊 智慧为基础 你才能关机 啊 你帮助别人 劝导别人 用什么方法劝导 在什么时候劝导 啊 啊 劝导他到什么这个程度 他能接受 你都能明了 你才真正能够帮助他 啊 啊 他要不能接受去反抗 那我们就错误了 啊 我们的做法就错误了 啊 佛菩萨度众生 不急于一时 啊 非常有耐心 啊 这一生他不能回头 等来一生 来一生不能回头 等后世 啊 这个是我们要修佛菩萨的 啊 啊 如果机缘成熟 一定要抓住 绝不设实啊 啊 所以我们赞叹了佛菩萨说法 如海潮因 那海潮就是到一定的时候他长潮 一定的时候落潮 啊 取这个意思啊 他把十节因缘掌握得非常好 啊 应当说的时候不说时候说掉 不当说的时候说了起反反作用 达不到效果 啊 这是用智慧去关机啊 啊 啊 那么由此可止 与一切众生交往 射受一切众生 他的大根大本 就是真诚的慈悲 啊 啊 这里面不夹杂丝毫的恶意 啊 真诚 纯善的爱心 啊 爱护一切众生 啊 这个心 就是佛心 这个心呢 就是自己的真心 就是自己的本性 啊 我们今天对于一些人 没有这种爱心 是迷失了自信 啊 所以要知道 这是信德 啊 啊 你能够齐入这个境界 你的信德是自然流露 啊 不加丝毫勉强 你说我要学 这个东西学不来的 啊 啊 必须齐入境界 啊 自然就流露了 佛经上常讲 发耳如实啊 啊 啊 我们用这种心态 啊 用这种行为 除世待人介无 啊 啊 哪里不受欢迎的 啊 啊 圆满真诚的帮助别人 别人怎么会不接受 啊 啊 他不欢迎不能接受 啊 还排斥 这就是迷失自信啊 迷失的太深了 太久了 啊 佛法里面讲 业障太重了 啊 啊 业障迷惑可以化解 化解的方法 就是教学 啊 我们用教学的方法来化解 啊 你看看 诸佛菩萨 古身献献 他们一生的行仪 行 释出无尽的慈悲 啊 永恒的爱意 啊 啊 啊 爱护一切众生的 啊 无畏不至 啊 这是我们应当的要体会得点 应当要学习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啊 这一条意思还没讲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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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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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